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原大致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承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 又胜战精 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那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 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 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 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 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 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